那个男人正高兴地向女友招手 可一转眼 女友却不见了 当夜晚来临时 严叔恢复了意识 发现自己被绑在楼顶 这时一个男人过来 帮他打开了蒙着眼的黑布 松开了手上的绳子 他以为男人是要救他 结果下一条 他就把他推了下去 在他即将落地的时候 一道闪天划过 他看到一个天使 挥着雪白的翅膀 向他飞了过来 然后稳稳地抱住了他 把他安全地带到了地面 严叔迷茫地看着他的翅膀 金丹安慰他已经没事了 他这才意识到 金丹可能并不是人类 因为信息量过大 他晕了过去 警察接到了池康宇的报案 来到现场准备救援 而杀手也藏在人群中 想要确认严叔已经死了 救援队没有发现实体便撤离了 杀手抬头看看楼顶 无法理解到底是怎么失败的 大天使化作姑妈的大女儿露娜 也就是幕后真凶的样子 让杀手不要再对严叔动手 然后来到教堂 询问上天 并且诚心祷告 严叔第二天醒来 金丹正准备向他解释 可他却完全不记得昨天的事 然而昨晚发生的一切 池康宇却全都知道 因为他提前收到了一条 从严叔手机发出的短信遗书 他赶去剧团 看到严叔被安全救下了才放心 但是他不能容忍这种事情 他认为这是姑妈之事的 于是第二天闯进办公室 对姑妈发出了警告 果然姑妈一口否认 并且一正言辞地责怪他血口喷人 可是曲康宇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知道姑妈最疼爱小女儿妮娜 便把她喊了过来 当着他们的面 说了些暧昧的话 看着对面的母女俩一脸惊慌 她满意地离开了 严叔被选上了主角 正式来剧团排练 露娜看到她完好无损地出现 忍不住被杀手打了电话 责怪她办事不力 并且催促她再次下手 而这一切被躲在一边的姑妈听到了